今天來關心金門兩名釣客民航到中國獲救 但是現在台海雙方對於移交的程序 是有不斷的申辯的情形 那現在就擔心對岸不放人 對此國安局長蔡明彥也有罪行說明 我們有兩位金門的民眾 他搭乘波特船到外海去進行海釣的動作 那後來因為油料用盡漂流海上 那最後是被中共的海警單位來巡獲 那現在目前兩個人正在對岸 那我們海巡署也透過相關的溝通的管道 持續的針對人員的接受回來 有進行非常密切的溝通 我們每天都有接到相關的進度的回報 那目前正在溝通協商當中 好 那另外呢 對於現在總統蔡英文 是否應該要登太平島來宣示主權 那朝語也是有不同的看法 就擔心說會對蔡總統的人身安全造成危險 那也帶來聽到國安局長蔡明彥怎麼回應 南海地區的軍事化程度非常的高 所以國際社會也對於南海地區的自由航行權 跟自由飛越權有非常多的關注 也就是很多的國家的基建 在通過南海的海空域的時候 都有遭到相關國家的干擾 所以我們必須要評估 在1600公里的飛行途中 總統的坐機會不會有相關的飛航或危安的問題 那沒有辦法來降低一些不確定的因素的話 現階段我們不建議總統去太平島 可以聽到國安局的態度是認為說 蔡總統現在應該不太適合來登太平島 一方面是因為南海的軍事化情形相當的高 那在這1600多公里的這個飛行途中呢 恐怕總統會有人身安全的危險 因此是不太建議總統在這個時候來登太平島 以上